四五年中被誉为亚洲创投教父的徐大林博士 接受本台的独家专访 分享他目前认为最重要的投资标的 不是最热门的AI人工智能 也不是华人投资首选的房地产 答案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古林佳的报道 湾区创投到老徐大林 最常被请教的问题总是跟创投有关 岁末年中正在台湾乐部私属的他 分享当前他认为最重要的投资 徐大林表示在疫情期间了解到健康的重要 尽管当时人忙于投资 但心里想着投资再有回收 都不如健康来得更重要 年轻时候就是要努力工作 将来回馈社会回馈国家报效全民 但是后来发现生意 有生意才有希望 生意有了问题 今年已经80岁的徐大林 是伯克莱加大电机工程博士 他曾担任IBM研发部门主管 1986年创立汉鼎亚太创投公司 在亚洲十几个国家设立分部 被誉为亚洲创投教父 在全球都有投资 不过他去年12月18日到台湾常驻 一年来将他用在投资的拼劲 全面投资自己的健康 我这边安排一个团队 有四位这个护士 护理正式的护理人士 然后有一个体操教练 有一个这个physics therapist 还有这个唱歌的老师 就专心注意身体健康的这个培养 徐大林四五年前罹患过帕金森市症 虽然手抖不明显 但经常感到疲倦和睡眠不足 到了这个岁数 徐大林说他很多事都想做 也很多事都能做 因此拼了命要照顾好健康 他分享维持健康的秘诀 在于规律化 到了十点半就要上床 这些我是抗拒 觉得我的这个自由 生命自由 都这个被人家侵犯了 以前觉得24小时 随时可以拿些应用 在医疗团队强制规律的照顾下 他将运动作为优先项目 还用唱歌来照顾心理健康 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希望活到120岁 也希望向所有人传达心中的想法 面对世界上战争纷扰不断 徐大林上个月在APEC举行期间 以旧金山台北姐妹市委员会名义 将一块巧克力 一瓶红酒和一块蛋糕 送给APEC台湾代表团 希望传达爱和平与希望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